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日王上心情正好 不知当不当说 说来听点 本王倒要看看 何事能坏了本王的兴致 臣今日路过上宫局 听闻前往中原采购的几名商人 一直未归 起因是因为在遥光与当地商人起了冲突 所以为遥光扣领 臣知道王上近日一直为遥光之事 多有烦忧 所以便让上宫局不要在朝堂之上禀告此事 还望王上原谅微臣 言禀之罪 你也是为了本王考虑 何罪是要 谢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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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不该在这时将此事说出坏了王上的兴致 臣有罪 与你无关 只是本王觉得 有些事情 终究是不如从前的 微臣虽然来南宿 时间不长 但有一事 早已在心中确定 那便是此生此事 都会为王上尽忠 绝无更改 能得更清如此 来本王之福 今日你我君臣二人 不论朝政 喝个痛快 能得更清如此忠臣 本王甚是喜悦 可是 东本王心证 却只有阿里一人 大人 不是说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我吗 有人将一封信放在门口便走了 我和上面署名写的是遥光 是一趴耽搁便拿了进来 拿过来 是 好啊 好一个慕容领 我正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你 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机闭王上 遥光使臣在外求见 宣 是 是 微臣参见王上 起来吧 你们郡主叫你来 所为何事啊 回禀太师大人 我国皇上 我国皇上 在遥光区 与一些贪犯发生了冲突 想必王上 和诸位大人们 已有耳闻 郡主虽然秉公处理 惩罚了商旅 但内心仍感不安 特派微臣 向王上请罪 此乃引发纠纷的警断 郡主有令 此后遥光一年内 向南宿无偿提供货币的 兑换 与警断供应 遥光郡主此举 当真是极有诚意 报 即便王上 门外送来三具尸体 说是刚在城门处发现 因设事重大 不敢私自处理 请王上明示 三具尸体 抬上来 是 这三名应该是我国 派往中原采购的三位皇上 这 这不可能 郡主明明只是掠尸承剑 怎么 掠尸承剑 就要了三条人命 就要了三条人命 遥光郡主 竟然是掠尸承剑 竟是如此是人命如草劫吗 王上 这三名伤人的尸体 出现的未免太过于蹊跷和巧合 依臣剑 倒更像是有人 故意挑拨南宿与遥光之间的关系 王上 方才微臣 安排在天泉的探子来报 昨日天泉国主派一人快马加鞭 前往遥光 据悉是带了天泉国主秘姓 给遥光郡主 不知此事 肖大人可否知晓啊 你 遥光乃是南宿附属之郡 怎会与天泉有密谋之心 王上明察 既然遥光乃南宿的附属之郡 那皇上便是有再大的过错 也应向王上请旨后在做统治 竟然敢阅祖带袍 将其凌掠致死 天泉与遥光往来 为何暗中私带密信 难不成行的不是光明之事 微臣 微臣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上 此事确实有些蹊跷 还是先查试后再做定动吧 来人 在 先将此人收邀下去 是 王上 王上 对国主的忠心可照日月 王上明见啊 王上 微臣参见王上 你和你我二人之时 更情不必行此大礼 这跪来跪去的 本王好好的心情都被跪烦了 来 陪本王喝一杯 微臣有罪 望王上恕罪 那起来再说 不起来本王可懒得听你说话 谢王上 微臣擅自派人间是天权举动 为事先告知王上 此乃大罪 原来是这件事 没关系 本王信你 便无需多议 王上叫微臣来饮酒 可是有要事 要与微臣商议 这句话听起来可真二手 上次与更情喝酒时 好像本王就是这么问你的 王上眉间愁晕不准 想必还是在为遥光一事发愁吧 武座已为三名商人厌过尸 结果表明 三人生前均遭到过棒等 身上还有许多鞭刑的痕迹 乃是致死云因 不过是小小的口诀 阿里何之下此很少 王上可曾想过 或许与口诀一事 并无甚关系 遥光郡主聪明绝顶 明知惩罚皇上一事 会引起王上不怨 故派人前来请罪 自等七窍玲珑之心 便是微臣也要拜服 但郡主还是做了 依微臣看来 恐怕还是为了货币一事 遥光此前建造商阵 低价兑换货币之时 已经让天泉和南宿 大量货币流向遥光 但却被皇上给搅和了 郡主自然是不能姑息 你的意思是 阿里他不愿臣服 又有南宿脚下 微臣只是大胆揣测 请王上不要动怒 七月收 以微臣来看 此事也不难解决 王上若是想知道 郡主的真实想法 只需派兵前往遥光 接管金矿 再派人将郡主请安 届时只需看郡主如何反应 便可知其心一二 遥光郡主参见王上 起来吧 陈金文皇上一事 特雷请罪 不敢起身 请罪 遥光郡主这是承认 是遥光 杀害了南宿的三名商人 我所请之罪 并非依法处理了 这三位商人 而是因为此事 让王上忧心 我心中难安 更大人 若是再曲解我的意思 未免要担当上 郁家之罪和患无辞的罪名 你我皆为南宿之臣 我为何要冤枉你 只不过郡主贵为一郡之首 尊贵无辱 我南宿百姓 也不是命如草剑 断断不可 白白葬送性命 人不是我杀的 况且 他们并非死在遥光郡内 更大人找我要解释 未免有些奇怪 郡主果真是一张好嘴 那慕容郡主 可否解释一下 天拳密信是怎么回事 若小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就是天拳送来的所谓密信 请王上过目 天选寂灭 望遥光郡主与王上 日后永不相见 凯夫 凯夫 跪了这么久 还不快起来 谢王上 郡主 本次 到底是何人要与我摇光作对 往明处看 是更莫迟 往暗处看 便是仲昆仪 这更莫迟 似乎与仲昆仪不睦 此次还能合作 以仲昆仪的心机 想必更莫迟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且此次他消息灵通 遥光必有暗鬼 想必是赵大人 大人 方才派去监视慕容府的探子来报 王上已经回宫 有话直说 据探子所说 王上去时身着大厂 离开时却没有穿 是 你将此信送往太师府 千万不要让人发现踪迹 是 明日有时之前 将尊重之物想办法 放入太师府的酒酿之中 是 不如你 王上 今日遥光郡主的随从前来告假 说其昨夜酒后感染风寒 不能前来上朝 封寒 可有安排太医过去 微臣退朝后立刻安排 不用等退朝了 现在就让太医过去 是 王上 今早驻守遥光的将领前来请示 是否对金矿进行开采 传令下去 让他们明日 办事回朝 王上 商人之死 和天权勾结之事 均未查明 此刻就撤兵 是否过于草率 三人未死于遥光境内 因此兵容相见 才是草率之举 至于密系 自己看吧 来 通敌叛国乃是大罪 日后更轻 查清楚再来禀告 以免冤枉他人 微臣疏忽 请王上降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